中文新世代台中大未来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今天节目中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我们台中区政府都发局局长王俊杰 王局长来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 这一阵子今年度我们在都发局这边 有什么样重大的一个业务推展 台中已经成为台湾的第二大城 随着我们的人口量越来越增加 在我们整个区域上的计划 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要去做到城乡均衡 让大家有更完善的公共建设可以去使用 就有赖我们的大台中区域计划已经通过了 相关的会怎么样进行 然后对整个台中整体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展现 就请局长跟大家分享 我想我们一直觉得说县市合并以后 台中市大台中市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指导性的计划 所以我们上任以后很积极的把这个区域计划完成 那我们也感谢经过内政部区域计划文会的审议 我们在去年度终于把这个案子能够核定下来 那区域计划其实很多市民朋友大家都所能详 我们有个一二三的计划 其实我们主要的区域计划主要就是在架构 一个机场没有市场的腹地 我们就在旁边希望能够搭配这个市场的发展 包含从产业面的发展 包含从这个居住面的发展都能够获得好的回响 那三个富度星其实是在建构这个城乡平衡很重要的依据 那以前大台湾地区原来的小台湾市部分 其实它有比较好的发展 因为这个资源比较多 县区的资源比较少 那但是很多磁溪项目 大家会往这个比较都会化地区去移动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那我们怎么去照顾这些外围比较原来发展不好的地区 因此我们就提出了 我们三个富度星就是希望把风源 那个乌日以及我们的海港地区能够把它 做成一个富度星 以50万人做这个规模去设计 让它自己在那边会有相关的生活机能 空间系统能够合并在一起 所以我们透过这 那另外的大理 太平 雾峰 我们觉得它跟原来的台中市 小堂市的部分是一个比较连结性的 它比较都会化地区 因为整个台山县的贯穿 其实它应该是整个核心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把这个并到我们的核心区去整体思考 所以未来台中市透过这样的计划 很简单的讲就是它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核心区 然后有三个外围的富度星来共同支撑 那都可以有很平衡的发展 这是区域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大的架构 那区域之外另外还处理了一些比较 我们在整个台中市为了发展的不同的面向 比如说我们在产业面该怎么发展 那产业面从农业 从工业 产业 服务业 其实都是很重要 因此我们在这边也确定了一些台中市 比如说在农地可能需要一个4.63万公顷的农地的保存量 我们希望这个农业保存量能够对未来的粮食自给率 有一定的贡献 那我们对这个制造业台中市最引以为好的 我们在这边是机密机械 其实很多隐形的冠军都在中部地区 我们怎么协助他们在做产业升级能够做得更好 工具机怎么能够继续升级 这是我们第二个工业产业的发展 那服务性产业其实在台中也有很好的发展 尤其搭配刚刚的三个互动性加核心区 服务产业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发展 所以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把这些空间大概都做了一些定调 比如说我们希望能够增加一定比例的商业区 来做服务性产业的发展 我们也希望有一定的比例的工业区 能够作为未来我们产业在发展 在升级的时候的用力需求 所以在最近大家应该有 如果有些朋友在可能看到一些新闻 我们在大理这边有一个工业区的土地 将近200公顷 那就是在这个区域计划里面 把它定调下来的 那我们希望接下来开始就可以 因为这个区域计划已经通过了 所以最近开始做一些说明会 希望让视频朋友更了解 我们想要发展的方向 让地主也了解说 我们想要把这块地做怎么样的规划跟发展 那这个其实就是区域计划 不仅仅是在照顾这个大的发展架构 我们对于各个不同的产业面 我们其实也都做了一些处理 那甚至说这个区域计划 我们也照顾到说 一个从区域的角度 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的这个 整个河系 河道水系系统 我们的这个自动实测是够不够 会不会会不会有哪些地方是比较容易淹水的地区 那需要做哪一些比较大型计划性的这个自动设施来疏导这样子的洪水氾濫 那我们觉得如果透过这样的计划内容做完 未来台湾市发展 第一个它有方向 它不会错然的发展 不会像以前台湾市 我以为重化了以后就不断的扩张 然后救出去就空中化掉 我们觉得它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那另外一个 它在产业面 它在这个空间 防灾部分 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规范 从大耳架构到细节 其实在区域计划其实都有 那区域计划通过以后 次第的就是我们要做这个都市计划的一些调整 那比如说我们最近已经开始在启动几个区域计划的调整 我刚刚提到了 大理 太平 雾峰是一个 我们觉得应该跟核心区整并的 可是在以前 它是因为是有不同的这个乡镇公所 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都市计划 主要计划区 那我们就希望把这三个能够整并成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区 那它在里面的一些公共设施的机能 就能够被比较好的照顾跟衔接 所以我想透过区域计划 接下来我们再衔接到我们的都市计划的发展 就会更明确 更完善 这大家真的是可以吃一颗定心碗 会这样子走下去的 对 让大台中的发展越来越去完善 越来越好 而且是跟周边的其他乡镇市是可以串联起来 达到一个更大的区域整合 然后跟中央去争取经费 像我们的轨道建设等等的治水 都会越来越棒 好 那在这个大台中区计划讨论完之后 还有一个最近有一个公共设施用地的 专案通盘检讨 把70多公顷的公园立地变更成了住宅区 这个如果只单看这个部分 大家会很担心说 把绿地变成了住宅区 这个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处理 大家都很想要绿地 那你变成这么多住宅区 现在有这些住宅需求吗 是不是请局长跟大家 好 谢谢主持人 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澄清一下这个 可能一些报道上比较有落差的地方 其实公共设施 为什么叫公共设施保留地 就是我们在都市区计划上把它化成 比如化成公园 化成停车场 化成广场 但是因为政府在当时做都市区计划的时候 其实没有财力来开辟 都没有去征收这些土地 所以它面对一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这些土地其实是没有被开辟出来的 它可能化了 租资就要土壤有个公园 可是它没有被实时的开辟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这些地主其实因为政府一直没有征收 没有把这些钱 发给这些人民 所以其实这地主其实 有光看到一块地 可是它不能享受到这块地给它的 不管是在使用上的收益 或是直接的使用都不可以 因为它是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 所以我想提出这样的计划 其实是在兼顾说 政府的财政能力 跟地主的权益之下我们所思考的一个方法 那它的作为模式其实是要把 透过一个跨区的方式 因为公共设施保留地 有些都已经分散在不同的 在这个都要去里面的不爽的地方 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所以把它整合在一起 去做一个这个重化的工作 那其实这个重化工作做完以后 它得到两个效果 一个是地主可以得到适当的补偿 那这个补偿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个土地 就是重化后的可建筑的土地 来分回给市民朋友当作一个补偿 那我们也透过这个重化 我们就把一些公共设施 就能够开辟出来 那当然因为要把一些土地 分回给我们的市民朋友 它有些地可能会变更成住宅区 可是它也有大概将近一半的土地 其实就是把它开辟完成 那在以前的情况就是 以前是没有开辟 然后大家看得到 也享受不到 可是未来其实它就开辟了 那大家都可以去享受 这样的公共设施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政策 那公园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大家都误解 其实我们是把72公顷的土地 拿出来做这个通检 就是公共设施保留地的通盘检讨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部分发回给市民朋友 我们实时开辟了将近70公顷 我最近因为朋友在 市民朋友在关心说 可能这个绿地不要再减少 所以我们也在调整这样的计划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满足 也许最后可能甚至做了更多 比72公顷更多 我们其实是绿地做了更多 然后其实是我们用其他的地 因为还有些学校用地 可能已经少子化用不到了 我们就把这个拿来做土地分配使用 那真正实质用的这块公园绿地 我们就把它实时开辟出来 所以搞不好我们会开辟更多的公园 所以不是公园不见了 是公园实时开辟完了 那目前量可能有一些差距 那我们再做计划的调整 我们希望把它补足 也许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检讨 能够财务上能够可行的话 我们的 我相信我们开辟出来的公园的绿地的量 其实远高于 这个搞不好 原本的这个量 这个事情是有机会的达成的 通过都市机会的手段能够达成的 那一方面政府财政能力也照顾到 一方面地主权也照顾到 另一方面一些市民朋友 原来都不能享受到公园绿地 就被开辟出来 我想这是做公共设施 通漫结架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跟目的 那我们目前在调整这个相关的作业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朋友 不要被这些可能太 还不是很清楚的状况 就做的一些评判 其实他每个案子都得看到 他实质的内容 那当然因为有一些土地 必须做一些峰回的动作 他一定会减少公共设置 这是实情 那我们也会去做实际上的调整 让市民朋友所产生 因为这样都市区的调整 所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 我想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是 好 是整体的 七十六公顷的这个计划绿地 变更是做通盘的检讨 目前都还在检讨计划中 对不对 都还没有定案 都还没有定案 所以大家不要这么紧张 那其实有没有相关的内容 会PO在我们的官网上 大家看得到吗 其实这些相关的资讯 在都市发展局的网站 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只要有一些新的想法 有更新的计划内容 我们都会随时的更新这个内容 希望能够 那市民朋友 所以我欢迎市民朋友 如果你们对一些都市发展的资讯 你们有兴趣的话 欢迎就到我们的网站 那我们提供很多的资讯在里面 大家可以 也给我们一些回馈意见 那我们可以不断地去修整 我们的计划内容 那这个计划是真正达到 符合市民朋友需要 那又能够达到公共建设的目标 好 今天谢谢局长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 也谢谢你的收看 台中到未来 我们下回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